好主播台中有一位駕駛他在开车的时候 目击右前方路旁 一位穿条纹衣的阿伯坐着轮椅往前滴滴弄 而且速度超级快 甚至还是比这一位驾驶的车速还要快 那这一段影像被网友po上网 他表示说今天公司老板开车 行进台中北屯区东山路一段的时候 那突然被超车 仔细一看超扯的对象竟然是一位坐轮椅的阿伯 那笑称说这位轮椅哥啊 他的时速目测是有50 而且还会钻车缝 影片曝光之后在网路上面引起热议 甚至是有网友开玩笑表示说 谁说台湾没有快车 惊呼实在太炫了 那阿伯坐轮椅都比你开车还要快 不过也有人担心起安全的问题 认为轮椅的速度那么快 那在马路上面走很有可能会变成 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以上是今天讲到消息时间交换棚内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